近日,有网友在日本街头遇见了陈冠希推着婴儿车现身 陈冠希一身休闲装,脚伤踩着拖鞋,奶爸味十足 照片中,陈冠希似乎在拿着手机为宝宝拍照 最近老婆秦淑培正在忙着征战维密大秀 看来带娃的任务就落到了陈冠希的身上 有网友评论,从冠希哥身上似乎看到保温杯的故事了 时下保温杯火成这样源自一位摄影师去给黑豹乐队拍照 看见鼓手赵明毅端着保温杯喝水,禁不住感慨不可想象啊 当年铁汉一般的男人,如今端着保温杯向我走来 表诈天的冠希哥走上了推婴儿车溜娃的人生路 遥想当年那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 想象他曾经引发的各种公众事件,动不动与人纷争平出 说话也是言语犀利毫不忌讳,曾经桀骜不逊 浪荡不羁的少年消失在美光灯中,如今再次出现 却多了一个身份,奶爸 本以为像陈冠希这种浪子,对孩子也不会太上心 没想到当遇上了他的小情人 他竟放下一切坚硬的外壳,变成一个十足的女儿奴 这个是人眼中骄傲不逊,我行我素的坏男人 似乎也让人看到了他内心中柔软的那部分 但作为父亲,他的人生才刚开始 字幕终者 杨洪录